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喂 伙計 小姐 想要些什麼 麻煩一個蛋子 沒有 那要奶油多 都沒有 那隨便一個炒飯 沒有 咖啡奶茶有了吧 都沒有 那這裡有些什麼 這裡有兩位大廚 我是肥龍 還有我Akiko 嘩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這裡是10號茶餐廳 聖宗 有過年 年 公慶歡樂 年年 年年 10號茶餐廳同仁 供祝大家 猴年好Shirley啊 哈哈哈哈 咦? 好了 這個猴年呢 真是認真澎湃 我一定要用澎湃來形容才可以 其實今年真的從未過年到過年 在亞洲都很多事發生了 尤其是香港 我可以這樣說 今年初一的時候 我首先給一些賀年祝福說話 洗了一次版 賀年祝福說話一定要的 照片、video、字 因為我Facebook上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來自香港、台灣 或者可能有部分是馬來西亞等等 這些地方都是會慶祝農曆新年的 沒錯啦 所以基本上一踏入農曆新年 就等於聖誕節啊 或者是西曆新年那些大節日一樣 就會使你版的 而且那裡是會放假的 對 我們溫哥華都特地有一天Family Day 但其實Family Day都不一定是大年初一 他不一定是大年初一 不過今年剛好 但今年剛好就大年初一了 對 所以又順手可以放假 這樣 多好啊大家 快一年啦 是啊 我上班那裡也是 派了利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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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跳了輝春 這樣 都OK Akiko你也穿成一封利是封 那豆利是封當然要穿成一封利是封 不是啊 但是雙鴻那些是會雙渠的 算啦 雙鴻河B層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為什麼一開始 就要說後年 就是慶祝俠俠呢 首先我們 就是 今年沒辦法了 除了被賀年說話洗完版之外 跟手年初一呢 我相信 只要你有朋友在香港 又或者你有追蹤一些的 香港的新聞消息那些網站呢 他們一定有另一樣東西洗了版 其實我可不可以從過年前開始說呢 過年前 還沒說新年八月之前 是又有另一樣東西洗了版的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台灣6.4級的大地震 那這個一定會啦 是啊 那還要是小年夜那一晚 所以大概是 凌晨4點3 3點 3點4點左右 還有那個嚴重災 真的有看到整棟大廈 十七層這樣倒下來 打橫倒下來 是呀 整條街 是啊 但是慶幸的就是 就是我看到網上公佈的一些傷亡數字呢 都不算太高 我看到最後一個呢 就是consider 它十七樓 凌晨4點個個睡覺的時候倒下 嗯 失蹤人數大概好 失聯人 不是失蹤啊 失聯人數大概好像 一兩人數是三百多人 死亡人數好像三至五人 嗯 我最新在網上 睜眼看過的呢 他說總之 因為今次台灣的 6.4級地震 是 總共的死亡人數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好像說十七人 十七人 已經 總共 然後 其他的數字 我就沒有再著意 很細心地看 因為已經開始 那件事 開始有這些消息公佈的時候呢 就是那些賀連說話洗版的開始 是啊 是啊 那賀連說話洗版呢 其實 嗯 比起 報導台灣地震呢 就更深了 因為開始 一些比較個人 個人呢 都開始去洗版 不只是新聞網站洗 是 然後 洗完之後 又跳回到剛剛我們說 賀連說話之後呢 又有另一個更加洗得勁的洗版 那個真的想不到 我是今早起床 不想著很開心 大年初一 我們先聲明先 我們錄音時間 就是大年初一 雖然節目是大年初三 赤口那天才播出 但是我們錄音時間是大年初一 所以我們是很 那些叫什麼和諧 不是和平 和平 開心的那天 不是和諧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唱 年 又過年 真的剛剛踏入過年 是啊 那麼 早一點 幾個小時前 就很開心 這樣就 哎呀大年初一 就去喝茶了 哦 你是大年初一 早上流行和家人去喝茶 很流行 有人找就去喝 哦 我今年的大年初一 即是 sidetrack了新聞 先說說自己 我今年一開始大年初一 就走大運了 是 因為神早起床 就和幾位朋友 對 神運 真的去 你可以叫神運 我們在一個 步行徑 或者是援跑徑 那裡 我就走了六公里 不過都要和大家說回 今年呢 即是Family Day 大年初一 溫哥華的天氣 是萬里無雲的 真的 是啊 非常之正 今早很舒服 是啊 真的很舒服 本來打算錄音前刀去走 結果是沒有時間的 是啊 我大年初一早上去走 真的非常之舒服 那我和幾位朋友 還有 其中三位呢 他們就走得快一點的 因為他們是要 很努力去練腳力 那究竟練腳力 給什麼呢 這個我遲些先揭曉公開 因為呢 賣個關子 是啊 暫時來說 我不想這麼快 都說出來 到時候可以一次過 和整個 event 和大家一起去 還有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真的請他們上來聊天 因為我覺得呢 他們在做一件很偉大的事 都真的挺偉大的 那我們就賣個關子 先說回大年初一 我很開心地去喝茶 你去喝茶 我就很開心地 走去逛了一個 猴年大運 然後呢 吃了一個漂亮的早餐 那大家都很開心的早上了 沒錯 那時候呢 我還未知道洗版這件事 那我就有個朋友 他在香港 其實那時候開始洗的了 但我不知道 你掛著喝茶 不是 我剛剛起床了 我起床就已經 習慣性 都會按進去 看看Facebook 有什麼事發生的 趕著去喝茶 但我沒有空 Anyway Anyway 我有個朋友 他就訊息我 他就跟我說 他說 Kiko 新年 新年 搞這件事 我就問 什麼事呢 他就發了兩個連結給我 那時候我趕著出門口 我還跟他說 那個連結我遲些再看 不過我祝你新春愉快 因為好像有些人 不是很喜歡新年快樂 好像樂得太快 大家不太喜歡 我說新春愉快 新春愉快 應該大家都 對 每個人都覺得應該可以的 他說 不愉快 一點都不愉快 I'm like 什麼事 那就馬上看了 看到現在 其實他給我看的是 屯門 他們在那裡 即是有個暴動 可以算是 屯門開始 然後就好像延伸去尖沙咀 那現在最嚴重的就是旺角 其實呢 這件事 我想 到 我們初三出街 很多人已經看回整個故事 但是 我們今天初一錄音的時候 我是斷絕和寵的去看 因為太多不同的報道 他現在又有一些 現場的報道 一直在發生 第一件事 我們看到的就是 好像有些警察 圍埋 好像打火鍋 還是在Camp Fire 我覺得是Camp Fire 那現在是 我可以說回香港現在多少點 凌晨 我們錄音的時候 香港是凌晨五點左右 是啦 大概一個小時 即是四點多左右 就有很多警察 去了旺角這個地方 現在就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Camp Fire 圍著這房間 消防是來了 但是 是不知道為什麼 等了十五二十三十分鐘 都沒有開始救火 現在開始救了 終於開始救了 終於開始救了 其實呢 我看到相關報道 我最多 一開始看到洗版的時候 是什麼呢 就是警察 拿一支警槍出來 指向市民 以及向天開了兩槍示警 是啊 那一開始 那個叫什麼 白熱化 對 因為這件事呢 是牽動了很多 尤其是 反政府 覺得警察很多 都是華人的 那班人 更加強烈反應 首先他們說 是明文規定 警察是不可以明槍示警的 說不可以的嗎 我看到報道是這麼說 但是實際 真的要大家先查一下 那他就說 警察竟然開了兩槍 還要拿一支真槍 有實彈的指向市民 他說 這個是絕對 不應該 或者是 不知道是不是 犯了某些規條 他說 因為其實你有很多選擇 你有胡椒噴霧 有警棍等等 又有煙霧彈 對 那你沒有必要用真槍 我們也看到其中一段的影片 就是一個市民在家裡 他用手機拍攝電視 然後就拍攝警察拔槍 然後他就大大聲說 嘩 不是吧 你老闆 拔槍 我就是聽到那個市民這樣說 一位男士來的 其實我也沒有上鏡的 那我就開始看看 究竟找回這件事是甚麼事 原來再歸根究底看回 一路追溯 原來是說 一開始是警察驅趕小販的 我聽到的就是 首先在屯門那裡 就有一些 類似管理人的物體 但是他們 為什麼會說物體呢 因為他們好像金貓一樣 又不知道是還是不是 就驅趕小販 然後尖沙醉又好像 因為我沒有追蹤尖沙醉這邊 他就好像又是有相同的事發生 但是又聽說 是好像小販在小巷那裡賣 但又好像有些蒙面黑衣人 那樣 就帶了他們上街 那些食環處的人呢 就來驅趕他們 然後就搞到現在好像暴動那樣了 對了其實呢 根據過往的紀錄 應該來說 初一到初三呢 都似乎 沒有特別聽過警隊啊 或者是一些食環處的人員 是很著意去執勤的 除了應付罪惡之外 當然啦 這件事是一定要的 我聽我的朋友說 我忘了是初一到初三 還是初四 他說這幾天食環處的職員 是放假的 所以歷年來 都是有牌或者沒有牌的小販 都是會全部出去賣 就是好像 輕輕放一放鬆給你 對啦一年內的兩天 我又聽了一些伯母說 她說 對啊 初一的時候 那些警察不抄牌的 就算說到什麼都好 驅趕小販 或者驅散人群 我覺得有沒有必要要 拔槍呢 這個真的是很大的問號 一開始我看到她說明槍 我都覺得蛤 對啦 而且我再看下去 整件事我就覺得 嘩有沒有搞錯 我越來越聽到很多奇怪的新聞 就是譬如說有些人拿了磚頭去 拿來不知 扔向警察 是啊 然後我又聽到有消息說 那些警察 撿起磚頭反擊 當然我不在場 我亦都沒有說 看到很多video 在我們錄音的時間 我看不到 事後一定會有更多的消息公佈 但是 驅趕小販一個這樣的行動 是不是搞得太大 搞得變成一個暴動呢 另外 另外也看到有一位女士 被警察打到頭部血流 是 她真的流得很金 她流得很多 她差不多暈倒的地方 好像有一條縫 血流流到那條縫 然後好像流在街邊 其實血流成河 這個誠語是絕對合用的 是啊 是啊 簡直就是 我真的有點擔心她的情況 因為 好像暈了 她在頭頂 即是打穿了頭頂 這樣流 是啊 你不要說 性命危險 隨時 我當她沒有性命危險 腦震蕩 你真的救了 可能也會有後遺症 我自己有一次 嵌聲的頭沒有頭破血流 我都腦震蕩了一兩個星期 我一坐下到三點就開始頭暈上吐 我說不行啦 我要什麼都不做啦 因為我一用腦就好暈 嗯 所以其實呢 這次搞成這樣 我覺得 是不是有點而小提大做呢 我朋友不是跟我說不愉快的 我看了兩個新聞 我說蛤? 因為小返? 他說是呀 我說我喂 因為其實我到現在 可能我們出街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整個故事 對 但是我一開始想 蛤? 我可以說這件事 如果我說這件事 我覺得很無聊 我是不是冷血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肥龍也是有相同的想法 其實整件事 如果真的沒有錯誤 是因為驅趕小返而引起的話 整件事真的太過無聊了 一般驅趕小返 你出動一下警棍 派多少少少警員去執勤就算了 沒有必要搞到 變成一次這麼大規模的暴動 還要搞到凌晨五點幾 都還在搞緊 還有很多人 其實是不是明天不用上班呢 我想說 這件事我不知道 不過呢 我又看到其實 有一些小道消息 甚至說 辣到這個年宵攤位 年宵攤位 每年都會有很多各式各類的東西去售賣 是啊是啊 那包括呢 我想現在很多人認識的一個叫毛記電視 是 有100毛 他們好像有一個 他們好像有一個 片位 有一個video 那次看到 西毛記 西毛記 我記得 它有五隻妖獸 那四絲圖要去 有五隻公仔 有六八犬 什麼龍蝦精 公仔 我不記得有什麼公仔 但我記得他們是 有多有趣的方式去 帶出他們這個攤位 然後 我聽到一些小道消息說 有些議員甚至說 懷疑有些人進去年宵攤位 是混水摸魚 去售賣一些不正當的東西 又要去查他們 就是說他們 是啊 當然他沒有指明道性說哪一個攤檔 但是他這樣說 就是有些含沙射影的效果 嗯 所以呢 我看到網上有些朋友都說 那花市只賣花算了 什麼都不賣了 其他 是花市來的嘛 哈哈哈哈 那還有人去逛 只賣花的話 那我去花店怎麼辦 那我朋友穿一個好認的 他就說 魚蛋都不要買了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 那些人說 這是什麼魚蛋Revolution 那為了不要 搞到那麼多Revolution 不要買魚蛋 當然是和平的嘛 唉 總之 大家看到今時今日的香港 真的變了質 很多東西 那我只看到 驅趕小販 那麼多年以來 年初一都沒有發生這些事 搞到2016年 踏入後年的時候 竟然發生這些事 他覺得我們白驗 那些人 究竟是我們白驗 還是有一部分的人 白驗 搞到一些不白驗的人 都搞到我們很憤怒呢 真的不太清楚了 唉 總之 其實這件事 在我們錄音的時候 就繼續發生著 沒錯 現在就越來越多 警員 進入了這個 旺角這個地方 那場火 剛剛我看到有人噴水 但是那些火 還在燒 他們是不是想著 現在 我知道他們 他們是不是搞錯了中秋節 那些磚呢 其實他們是想著 用來砌爐 你明白嗎 燒東西吃 對啦 那他們現在就等著 那些mash model 啊 原來是這樣 豬扒牛扒雞翼 那些就在運過來 就因為原來 原來是還沒有時間 所以 我知道了 不是啊 他們呢 想等著 灰番薯那些 等著 那些 那些先運過來 所以現在還在等著 所以說 不要整熄著火 不要整熄著 但是 總之 整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 像Kiko那樣說 我也有相同同 就是真的很無聊 但是另外我看到 我覺得 為那些人擔心 當然啦 我就是會 起因就無聊 但是那些人在那裡 都會擔心 我只是會很無奈 relate就是 趕小返而已 搞到結果要拔槍 又等等 又 又撥 還要出動消防員 又撥到人頭破血流 會不會有新的 這個 那個什麼 什麼暗角 新暗角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我只是這樣看下去 香港 連最基本的人權自由 都快沒有 我覺得 是啊 其實 有點擔心 是啊 但anyways 始終 都帶入了後年 雖然香港 一進入後年的凌晨 就已經有這麼荒誕的事發生 但我希望 就是 嗯 那些火燒旺一點 令到香港能夠變回一塊旺地 都是的 是啊 那壞人就快些改邪歸正 是的 低能的那一批呢 就快些 可以被人送去 合適他們居住的地區 哈哈哈哈 那就換回一些有能力的人去 做一些應該做的事 那也都真的希望 嘖 I would say I 希望 this is the end of 這些這麼 chaotic 這麼混亂的事 我們寄望 明天會更好 呃 是不是應該唱歌 請請搶醒沉睡的心臉 你繼續唱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戲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和你介紹新戲 環冠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 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 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0號茶餐廳 本週精選 我還記得 上一年 即是陽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集 是說 我們曾經 以往新年 怎麼過的 小時候 嗯 我都說 我新年的時候 通常初一晚 都是同一班親戚 過來 他們是打通宵麻將 我們這班年輕人 打通宵雞 是呀 那就很開心 我還記得 其中有一年 就是打到早上六點 打到我 趴在睡覺 趴在地戰那裡 OK Kiko 你又 我都跟你聊過 都知道你 是不玩遊戲的 又不是不玩的 不過不會這樣打遊戲 我從小到大 打到機 我自己都會受傷 physically 打機 對呀 我試過 例如玩 Street Fighter 那些 你真的打旁邊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呢 我是擦到 我的手指 起碎包 所以 我是會physically受傷 就是過度緊張 對呀 那我又不懂 所以我決定了 看人玩玩 OK 打遊戲的確 不是每個人都打得厲害的 有些人打遊戲 我覺得很好笑的 譬如打一些賽車遊戲 是 賽車遊戲 當然是向前走 向後走 或者轉左轉右 是啊 那其實你不需要看那個螢光幕 你也知道那個人究竟是在轉左還是右 有沒有看過那些人打遊戲 即是身體會移動 即是他轉左 整個人會向左飄 轉右的時候 整個人就躺在右邊 這樣 很好笑的 看到那些人打遊戲 打得這樣 喔 很少看人打那些 多數都是Mario Kart Mario Kart 他們又不是很這樣 通常如果打遊戲 打得那麼緊張 即是說打遊戲 都未必很厲害 通常打得厲害 打遊戲打得厲害 他們沒有什麼表情 沒有什麼表情 而且他們是很冷靜的 而且很專注的 你感覺到他們是超級無力的 對 無論怎樣也好 你覺得打遊戲 是否一個看到東西的人的專利 都是的 說真的 你會看著畫面 因為主力是靠看畫面 對 你也要知道自己走到哪裡 如果賽車 你要知道哪裏有得轉彎 但是盲人 是否等於完全不能打遊戲 難一點 又不是完全不行的 你要的 那你覺得 怎樣打呢盲人的話 真的不知道 那我就看到在網上 有得摸是會凸起3D螢幕那些 你令到我有些遐想 怎麼這樣說 有些3D AV遊戲 哈哈哈哈 好害怕喔 那盲人一定很喜歡打 那些不只是盲人很喜歡打 我想是男士都可能很喜歡打 哈哈哈哈哈哈 Anyways 我不是在說這些 我就是在說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朋友 他的名字叫Terry Hi Terry 我很佩服他 他用了5年時間 去打爆了一隻遊戲 5年打爆這一隻 不算撞舉 5年打爆了一隻遊戲 不撞舉 這隻遊戲是什麼呢 薩爾達傳說 Legend of Zelda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這個名字 他打了這一集 就叫做薩爾達傳說 時之敵 就是任天堂的N64 上面的一隻動作RPG遊戲 OK 一般人要打爆它 5個月左右 不用 如果你有攻略的話 我想一般RPG 四五十個小時 就打爆機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兩三天 正常 一般玩家 就是一個多兩個星期 如果你是打機的話 一個兩個星期 就打爆機 他打了5年 但是我想說的特別之處 就是 這位Terry是一位 完全失明 百分之百看不到東西的人士 那... 那怎麼打 就是要看著螢幕 都是平的 對啦 好問題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個 就只是引來下想 但是實際上 這個遊戲 是沒有3D東西 凸出來讓他摸的 那怎麼打 對啦 一個平面的螢幕 那怎麼可能是一個 完全盲了 完全失明的人士 那怎麼打呢 第一 他怎樣選擇character 首先 不用選character 這個遊戲不用選character 用的主角就是林克 但是 不懂的 不用懂的 總之用那個 綠色衣服的小孩子 但是其實呢 他怎樣能夠 打到機呢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遊戲 支援Surround Sound 那是不是要去戲院的 Dolby 9 Dolby Surround Sound 7.1 你可以的 如果你這麼有錢 我們包起戲院 為了打機 五年啊 但是他呢 自己在家裡設置了幾個喇叭 在他附近 於是 這就是3D的立體遊戲 那敵人出現的位置 和聲音配合是很精準的 所以他完全知道 敵人在哪個方位 還有他揮劍等等 劈到牆壁的聲音 是完全對的 那如果有個人 調轉了他那邊 那就會亂了 那他就肯定打不到 就是 左邊 把劍敲到左邊 右邊又成 那就肯定打不到 錯了 那他就是靠 這樣的立體聲方向 然後 其實你想想 都打不到的 因為他看不到畫面 他又不知道敵人多遠 多近 好了 就算他知道敵人多遠 多近 當他們真的聽聲 那麼準確 那你也不會知道 地上有陷阱 或者那道門口 在哪個方向 那道門會有聲的 對 而且他又不是那些D box 會震的 對了 那怎樣呢 原來根據這位Terry 他自己的現身說法 他就說 他是 經過無數次去 測試同一個環境 這樣 譬如很簡單 你掉進洞裡 就會 啊啊啊啊啊 這樣掉下去 就死了 所以他如果 按緊地向前走 然後 譬如他心裡 就數到1 2 3 然後他聽到 那裡有一個陷阱 那他怎麼知道 他跳多遠呢 那其實 這個遊戲 你按了跳鍵 他就是跳那麼遠的 那他不騙聲 就是跳了對面 對不對 那所以他就 要做很多的測試了 所以他去到一個地區 他其實是用無數 那麼多次 就試完那裡的場景 譬如 先一出來 向左邊 一路走 一路走一路徽劍 一路徽劍 然後向右邊 即是再出來 向右邊 然後向前面 試了N 那麼多次 於是他呢 就有一個地形 在他的腦裡出現了 於是他就 就數著1 2 3 包括 他都要打一些BOSS的嘛 是不是 要打大佬的嘛 所以打大佬呢 他也是會數著 他經過無數次的測試 知道 這隻BOSS 什麼時候會有個缺口 打出來 可以被他砍 嘩 在幾多秒這樣砍下去 他真的這樣去計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他 是啊 為什麼打5年就是這樣 不是他打5年打得到 就是他那種毅力令我佩服他 是啊 其實他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是要用很長很長的時間 去到 一般人 譬如你 如果看到這樣打遊戲的話 我當你一個迷宮 用一個小時就已經可以過到 嗯 如果他玩了 可能他就要用 差不多2-3個月時間 去過那個迷宮 哇 因為他要逐個逐個地形去試 而且要逐步逐步地試 是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 哇 很有毅力喔 他特意用了5年時間 他還要包機之後 特意拍片上youtube 他就是即場 撈回一個save data出來 就是一個他比較熟悉的場景 他就即場示範給你看 在那個迷宮 一直走 走到去打 怎樣打贏的BOSS 他真的即場示範 哇 對 我們就看到 對 因為 你會覺得 他會不會看到一點點 所以他騙了 你就看到他不是 因為他完全沒有看過畫面 你看到他 他純粹是聽著畫面 他一直走一路有解說 自己在做什麼 他一直在解說 一直在說 然後 去到BOSS那裡 其實看著 我們一般人 是不會這樣 背著BOSS 因為看不到 是 他真的數三 一二三四 這樣轉著面 一斬就斬中 哇 真的很神乎其妓 你看到他 當然他自己也說 其實 你看到我現在這麼快 這麼熟悉這個地形 是因為之前他經過了 已經是不知多少個月 去摸索了這個環境 他已經熟悉了 所以才可以做到這麼快 他說如果 我去到一個新的 未去過的環境 又要開始再摸過了 對 又要開始再摸過 如果我這樣拍給你看的話 他說 你是不會看下去的 因為時間太長了 真的在說 幾個小時才打過15分鐘 是可能幾個小時 只是打那兩三格畫面而已 對 但是我覺得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現在的technology 就是可以幫助到很多 可能 身體有少少缺陷的人 例如Terry 就是他看不到 對 但是 我想以前的喇叭 他可能也聽不到 在哪裏 例如以往有些遊戲 只有立體聲 而沒有圓聲 其實基本上 那些遊戲是打不到的 對 因為他是不是也是在前面 他又感覺不到 他的depth在哪裏 即是很簡單 不用說很複雜的遊戲 你給他一隻Super Mario 任天堂那隻 最元祖任天堂那隻 就千萬像 我覺得他是 我相信 如果他有心 可能他用很長時間 habt薄有機會 剛剛打得爆 不過它那個人完全是平面的 平面 他只能數一下 鐵回一迫狂死 三秒之後就按跳鍵 幾多秒之後按什麼鍵 什麼時候要拿起一隻龜 什麼時候要扔它 然後又不扔掉自己 但是有部分複雜 如這個雲斗羅 有沒有聽過 雲斗羅是有個士兵 拿著一支槍橫向 在射 又是一邊走一邊跳一邊射 我完全沒有聽過 如果雲斗羅那些他就真的未必 打得爆機 尤其是一些 舊式的RPG遊戲 例如 Dragon Quest 或Final Fantasy那些 我相信那些他就打不爆 因為你看不到畫面 而他又沒有這些 立體性 再加上那些遇到敵人 是按鍵打的 按指令的 他都看不到有什麼指令 也看不到有多少隻敵人 我真的要你的畫面會有指令 你今天要做什麼 對 你究竟是攻擊 用魔法 還是逃走 還是防禦 還有幾多隻敵人 在畫面他都不知道 所以那些他就打不爆 那倒是 還有主角究竟剩下多少個體力 還有多少個法力 全部都不知道 所以那些他就未必打得爆 但動作成份那些他都有機會 不過說到尾 你其實主要不是想說他有一個特異功能 而是說這個人很有恆心去做這件事 對阿這個真的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一些尤其健全的人去欣賞 嗯 那所以呢 即是看回肥龍自己 其實我也有一些缺陷 就是我很肥 肥得一個球 即是那些人都說我好像Kung Fu Panda 這麼有趣 哈哈哈哈 很多人都說我好像Kung Fu Panda 即是說我的動靜都有點像 那但是我從現在開始 其實我每個禮拜 起碼有兩至三天 我早上起床是會去走 譬如說 所以我就說 後年一開始年初一 我就走了一個大環 走了6km 嗯 6km其實用一個多小時時間 一個小時多一點 就已經走完了 嗯 是啊 很快喔 我算是走得快 即我不是Window Shopping那些龜速 是走得快那隻 是Window Shopping龜速的 哈哈哈哈 那還有呢 我想有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 就是肥龍 在今年2016年 我是參加了 溫哥華的一個 長跑活動 叫Sun Run 我回想說 今年我是參加了 溫哥華華華裔小姐的 哈哈哈哈 如果你在華裔小姐 看到肥龍出現 我想你會有點害怕 可能表演嘉賓呢 唉 傻了一定不會輪得到我 那些傳媒機構 他自己本身這麼多藝術 何時輪得到 我這些不隸屬的傳媒機構 哈哈哈哈 雖然我也有東西可以表演到 哈哈 不輪得到我 是這個問題 是 如果大家還沒報名 你又在溫哥華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報新溫的 一起來吧 大概在什麼時間呢 4月中 4月中 其實現在開始 你有兩個月時間練習的 那 那 那 肥龍其實自己的體力 我可以告訴你 我真的差得很厲害 還有呢 可不可以爆一點點他的材料 你說爆我的材料 是 你就爆了 沒有所謂的 不是他的伸頭哥之前傷過的 我伸頭哥是有舊患的 我伸頭哥 右腳伸頭哥呢 其實膠是很容易鬆的 很容易會歪掉的 我也有一點 有時候呢 一落床 那個位置不適合 已經很痛了 是啊 那 我這樣的狀態 但是我也要立下決心 我要做到 所以我現在 每個禮拜 起碼有三日 到四日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有五日 去練習 那 其實現在開始走 但是中間都會夾雜一些 會跑一點點 嗯 肥龍跑 不是滾 是不是很害怕 是啊 所以大家只要有恆心 是做得到的 那你快點拍些影片給我們看 下次你跑步的時候呢 我不拍片啊 有 有 你應該做一下Live 你跟你的粉絲互動一下 我 算了 我還是比較偏向可憤多些 粉絲我沒什麼了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 就是 希望透過這個 介紹一下 Terry 讓你認識 知道 原來一個失明人士呢 他 用一個長一點的時間 都可以完成多些 你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 真的不要跟自己說 我不行 是啊 所以 希望呢 大家都 找一些平時自己不會做的事情 挑戰一下自己 當然不是說走私販毒 那些犯法 那些不用挑戰自己了 或者 對 找些好的事 令到自己是會有益有進步的 去挑戰自己 嗯 那你會成為一個更加正的人 YES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啊 油燈亮光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你是 去oneclickradio的網站就知道 就是這麼easy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 最底的油價 這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檢查完油價 順便聽到 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肥龍妹周推介 剛才說了一個 失明人士的打機故事 也說了很多遊戲 失明人士是玩不到的 那相信呢 因為接下來 在說廢話 說這兩隻遊戲 失明人士都應該玩不到的 Oh no 那怎麼辦 我們不說了 下個星期見 那也要說給玩得到的人聽 好 那我們就 Hi 我們又見面了 其實都是一些小道消息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歡 Final Fantasy這個品牌 是嗎 Whenever 那個是多少 有多少袋子 那個是第八集 阿黃飛唱的 Eyes Eyes 那第九集 知道是什麼嗎 Whenever 當然不是啦 當然不是啦 那隻叫做Melody of Life 哦 那10呢 10 我就忘了這首歌叫什麼名字 11呢 11是Online的 所以應該沒有歌 是嗎 是呀 可能就沒有歌 沒有啦 那不是很安靜嗎 有音樂 可以嗎 沒有人唱的 哦 OK 那其實呢 講到Final Fantasy 嗯 我想問Kiko 你本身 有沒有接觸過這個遊戲呢 有聽過 但是沒有玩過 沒有玩過 我都說我不懂玩遊戲 你不玩 但你可能都會看過別人玩 等等 我不記得有沒有 但是聽別人說過 說Final Fantasy 7 是真的 那個 本來那間公司 好像快要掉了 但是就出了Final Fantasy 7 之後呢 就大HIT 然後之後 他就翻生了 所以Final Fantasy 即是他再生父母 其實那個故事不是這樣的 是嗎 你朋友說那個故事 是有出入的 是嗎 這個故事是怎樣的 其實真正的歷史故事就是 就是 當時還未是Square Enix 當時這間公司 只是這樣叫做Square 是 那他都有一路出不同類型的遊戲 是 但是似乎業績就不太好 是 於是 業績不好這個OK 就是 是 這個故事 業績不好 這一方面是match的 不過年份就差很遠了 是嗎 就是在說其他遊戲都不太好的時候 當時來講 另外一間公司就是Enix 是 他們還未合併的 就出了一個叫做Dragon Quest的遊戲 就成為了一個國民級的RPG遊戲 好像聽過 那於是乎呢 既然Square這間公司都已經 資金不多了 他們就盡地一波 就做了一隻RPG遊戲出來 這個呢 對於他們來說 是最後一隻遊戲 如果還是賣不出呢 就接的了 那間公司 所以就是Final Fantasy 於是他們就把遊戲的名字 改成為Final Fantasy 那就看看怎樣 誰知道結果推出之後 這隻遊戲就 賣到錢 但那個就是Final Fantasy 1 不是Final Fantasy 7 對啦 那是Final Fantasy 1 就令到它陷入這個 倒閉邊緣 就反來 反來 亦都開始Final Fantasy 這個品牌 即是這個遊戲 就被這個業界 都頗看重 是啊 它的畫質做得頗漂亮 對 還有它的感覺 和這個Dragon Quest系列 亦都是非常之不同 嗯 所以就開始奠定它的地位 慢慢呢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一邊推出下去 也都每一集都受歡迎 當然啦 通常呢 如果是一些資深一點的玩家 他們很多人都說 其實Final Fantasy 單數的集數呢 是一些試驗性質的遊戲來的 是雙數的集數呢 就很不同的 每次都是這樣的 我據聞 我聽到好像是7 是多人玩 然後就好像10 10是Online 是嗎? 11 11是Online 那好像Online的也是多人玩 Online的也是很多人玩 其實呢 當然啦 究竟 是不是真的單數集數 是一些試驗性質的遊戲呢 是見仁見智的 看你喜不喜歡 因為 單數系列的那些 第一集、第三集、第五集 這三集呢 因為它加入了一些職業系統 那就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喜歡 而第二集、第四集、第六集呢 就沒有這樣去轉職業的 那就是設定了一個角色 是這樣的 隨著故事發展的 所以呢 似乎單數、雙數系列發展 都有點不同的感覺 不過去到第七集開始 就在PlayStation上推出 它就由2D的年代 跳進了3D 而當年呢 Final Fantasy 7的3D效果 當年是做得很好 當年來說是非常之震撼 所以呢 就成為了很多 Final Fantasy 迷在心目中的經典 是啊 我也有聽過 我之前沒聽過Final Fantasy 7的時候就有聽過了 然後他們又出了Movie 我記得 其實呢 不知道Final Fantasy 第七、第八集之後呢 他們出了Movie 但是Movie呢 就不太收得 我也聽過 Movie其實是做得很漂亮的 我有看的 我在戲院看的 我也是在戲院看的 我是Vatropolis看的 是 它做得非常漂亮的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 它完全做到沒有Final Fantasy的感覺 噢 其實我沒打過 我就不知道了 它的故事 各樣東西都做到 不是那麼Final Fantasy 所以 不是真的 那麼受Final Fantasy 就要歡迎 所以就不太收得了 原來是這樣 對啦 那一直推出下去 因為仍然都可以賣 出到第十一集是Online 那十二集呢 就繼續推出 十三 就推出PlayStation 3 十四也是Online 即是Online那些就... 其實 你說十三是推出PlayStation 那就沒有Online 那個十三是沒有Online的 還有 PlayStation有沒有可以Online呢 PlayStation 你應該說 那隻遊戲是否支援Online 其實從PlayStation 2開始 就已經是 有些遊戲支援Online這個功能 嗯 那Final Fantasy十一呢 就是一隻Online遊戲 即是你不Online是沒得玩的 即是PC PC和PlayStation 啊...十一是2還是3呢 好像是PlayStation 2 十一...啊... 不是... 即是用... 即你的意思是用PS2 去Online玩 是啊 那有沒有得PC啊? 沒有 十一有出到PC版 哦...那PC也有Online這樣 是啊 但是那個server 是不是大家Combine一起玩呢 我不肯定 因為我沒有玩到 嗯... 後來出了第十四集 都是Online遊戲 當然畫面 就會...會漂亮一點 是不是4D了 是不是會噴一點 是沒有的 都是3D的 不過... 十四開頭出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受歡迎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Number不好 不關Number事 而是... 遊戲系統 還未得完善 會厲害啊? 有Bug啊? 嗯... 總之玩開十一 就是走走走走 會站在那裡動不動 不是 是玩開十一那個 因為他覺得整個遊戲世界 都很完整啦 系統很好啦 那十四的時候 他有一些東西改了 但又未改得透徹的時候 於是就覺得那個系統 未夠完善啦 哦... 於是其實呢 經歷了一段時間 他不斷完善 第十四集 後來就... 人家就越來越OK 越來越Buy了 而且... 第十... FF十一呢 亦都開始那個server 是逐個逐個停了 不再營運了 哦... 所以那些人都開始 去玩第十四集 哦...原來的 好了... 說了那麼久的Final Fantasy 其實就想說給大家聽 其實我們今天不是想說Final Fantasy 哈哈... 不是...今天也是說Final Fantasy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害怕的 哈哈... 不會偏離那麼緊要的 哈哈... 想說今年之內 即是2016年之內 如果他不跳票的話 嗯... 大家應該就會在... 嗯... PlayStation 4 上面會玩到 Final Fantasy 就是十五集啦 那不是每年一集的嗎 他不是每年一集的 我不是每年一集的 那... 而... 會不會出PC版呢 就未知之數 這個Final Fantasy十五 但是總之一定是 PlayStation 4 會退出 如果他不跳票的話 另外呢 如果他繼續不跳票的話 其實是不是講了一定會出的 就是這個 Final Fantasy 九 對啦...第九集 這個反而容易一點 因為呢... Final Fantasy 第九集呢 他就會出一個叫做 復刻版 但是就不加場的 不加場的 純粹復刻的 其實有些人呢 就會將復刻版 和重製版 remake 和re-package 就撈亂了 那這個復刻版是re-package 對啦...re-package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當年 PlayStation第一集 即是PlayStation 1 第一版的Final Fantasy 九個畫面 他不會更新任何東西 只不過將這個遊戲呢 那個programming 令到你可以在PC上面 或者你的手機上面 可以玩到 哦... 就不會說... 可能他會有一點點修正啦 但是... 整體畫質的感覺 跟當年PlayStation第一集 即是PlayStation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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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集呢 是一樣的 嗯... 那他會收多少錢呢 那當然啦 復刻版的價錢 一般來說 都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哦... 因為他做的東西 不用那麼多 是啦... 他有個術語的行程 叫做炒冷飯 是呀... 是呀... 其實這個Square Enix很流行 他已經... 由第一集到第六集 已經在... 手提電話上... 全部炒過了 全部炒了冷飯 即是找到多少 他們已經找完了 是啊... 然後現在終於輪到第九集 炒到第九集的冷飯 哇... 那... 而第十五集呢 其實我想很多朋友都等了很久 因為已經有一些demo的版本 出來了 嗯... 聽說Final Fantasy 7 都會有些改動嗎 不是有些改動 Final Fantasy 7呢 是簡直是一個remake的版本 但是那個Story Line 依然會跟Final Fantasy 7一樣 那當然啦 講到你不可以變得太多 可能它中間會加了少少的資節下去 但是不可以改動中央的故事 嗯... 那如果不是那些人又會罵 都不是Final Fantasy 7來的 是啊... 那...Final Fantasy 7這個重製版呢 就已經... 是... 去年的E3那裡 就已經公佈了 嗯... 令到很多人掉了眼鏡 因為原本它說得明是不會重製的嘛 噢... 這段說不重製 那段就做些畫面給你看 嗯... 那真的漂亮了很多啊 比起... PlayStation 1的版本 是不是Smooth了啊 不是啊 是整個感覺都不同了 噢... 那可能它在Graphics上真的動了很多 是漂亮了N倍 而且... 那說真的啦 那年好像97年而已嘛 對啦 現在2016了 時間都接近20年了 對啦 差不多20年了 所以那些... CG的動畫技術呢 會好很多啦 嗯... 還有當年呢 是一個... Q版公仔來的 那些3D 噢...是嗎? 對啦 即是肥德德的那個角色 現在... 呃... 重製版的FF7呢 是... 正常Size的 哇...那真的完全不同了喔 真的... 感覺上不同 還有戰鬥呢... 還有那些人是一樣的 對啦 還有戰鬥畫面呢 它也不需要再這樣切換了 不斷切換又切換 它直接呢 在敵人島的地圖上 即時會發生這個戰鬥 噢... 就是看那個展示 那大家... 總之... 畫面呢... 重製版的FF7呢 跟FF15的畫面 那些畫面的水準 是接近的 是很漂亮的 哇...那其實... 如果是... 很喜歡FF7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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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迷的話 真的可以期待啦 很多FF7迷已經瘋了 這樣啦 不過...我想說一句呢 即是... 有史以來的 Square Enix呢 他們說了給你聽 有第一個Demo給你看呢 通常都是過了三五七年 才有個實物出來的 哈哈哈哈 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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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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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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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他覺得我沒有時間玩,所以要臭小孩 那我不知道,你自己考慮了 時間方面是自己去定的 對於一般遊戲迷來說 是要等的,但如果等不及 FF7重製版的話 可以考慮FF15 因為如果他不跳票,他會說 今年應該會推出的 PlayStation4 那遊戲呢 其實我亦都想 side track 就是我近來在網上 看到一隻遊戲 我真的瞪了一隻眼 那些是自製遊戲 不是商業廠商去製作的遊戲 那隻遊戲就叫做 多拉A夢之大雄的Biohazard 2 那不就好像 傲慢語偏見Zombie版 他不是傲慢語思辨 變成了 中文名就是傲慢語思辨 真的嗎? 是啊 對啊 Zombie 這隻遊戲呢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到的 可以下載來玩的 免費遊戲 是一些人自己編制的 是上網玩電腦版 電腦版 手機模的電腦版 它是用一些 一個程式 叫RPG 遊戲工具 去編寫這個遊戲出來 挺划算的 不過它會摧毀你的童年 如果你有看多拉A夢 叮噹的話 因為它用就用裡面的人物 但是呢 就加入了Biohazard的一些情節 即是突然間有些人睜大眼的 那些 其實是說 有些病毒令人變喪屍 又是 是不是Umbrella Corporation 其實是的 它真的把Biohazard的東西混進去 然後又說到大雄身邊很多朋友和親人 變了喪屍 但是我媽媽又變了喪屍 接著 又 要面對她的情敵 出目慘 是Boss來的那個人 其中一個Boss 然後又要跟叮噹對打 這樣 跟叮噹對打 但是叮噹應該幫她的 所以 我覺得 發揮無限創意 挺有趣的 大家上網搜尋一下這個遊戲 但我真的覺得現在好像什麼都玩無可玩 全部不是復刻版 又是Remix 又 明明好像是有新意 但其實又是 炒冷飯 如果它炒得好未都不介意 但是 我想說 為什麼都要說這隻 多拉A夢 大雄的 爆 Hazard 2 其實有第一集有第二集 你要完整故事就玩完兩集 那是因為我覺得 它又不算是炒冷飯 它是把兩隻不同 即是一套動畫和一隻遊戲 混合起來 這樣變成另一隻遊戲 其實挺有創意的 這樣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大家可以找來 無論你上Youtube Youtube就可以找到一些攻略的 就是看別人玩 又或者 玩不錯 我看別人玩 因為我不喜歡玩喪屍遊戲 但我又覺得挺有趣 所以我看了 Anyways sidetrack 另外今天也想說 一點點 一個新的技術 一個電磁器技術 跟 這個PlayStation 製造商 是有關係的 就是哪間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個Sony Sony 他們正在開發一個 新的電磁技術 就是用硫磺來做電磁 那我可不可以放入水 順便浸泡溫泉 你試一下吧 我回答不了你 但是根據他們說 用硫磺來製造電磁這個技術 是會令電磁的穩定性好 於是 現在不是很流行 電磁著火爆炸的 這些事情 是會減低很多 安全很多 那為何到現在還沒有人做 他正在研究 我不知道 另外就是 電磁的續航能力 電磁就多了40% 喔 OK 就是電話 用一部電就更耐用 嗯 是啊 基本上 大家等一下 因為他現在正在開發這個技術 他們預計 會在2020年 即是未世界末日的話 就會推出這個 硫磺的電磁產品 沒錯 那現在說 最新是否去到Z5 是他們的Expedia 是啊 J Chow 他說 可能五年後 就出到Z10 那樣 即是到時候都已經 不是叫Xperia 不知道啦 到時候 他出到什麼手機都好 那我相信 業界呢 如果他真的推出 這樣的電磁 肯定會有很多人 跟他買這個技術 都是的 因為不用整天充電 是真的不錯的 是啊 因為現在我們用的智能手機 老實說 想多兩轉網 或者甚至開個遊戲 來打一會 已經沒有了一半了 對啊 如果你一直在看 例如我剛剛一直在看這個Live 一直在看這個王國發生什麼 是已經快沒電了 我想現在只剩下30% 是啊 所以如果換了這個硫磺電池 可能現在你的電話 還有60% 時間過得很快 不覺不覺說說說 我們踏入後年的第一次10號茶餐廳 就在臨山泡之前 不如說一下肥龍和阿Kiko 我們後年有什麼大計 或是願望呢 即是你不見我是馬大眼睛的洞 我見啦 因為我們說這件事之前 我完全沒有告訴阿Kiko 我們會說什麼 我是突如其來的一個襲擊 所以我就決定先讓肥龍說 我都預先了我先說 我預先了是這樣的 我今年呢 其實第一件事 毫無疑問就是 我的體型一定要減磅 我也要減磅 我有目標的 我不會突然爆一聲 就變成另一個人 我的進度就是 希望今年呢 減到大概60磅 60磅 你打算做多少次juicing呢 兩次左右 兩次 那每次也是 41、21、21 是60天的 60天 你打算做兩次60天的juicing 如果可以啦 那當然還要加上 我現在開始會出去走 神運或者跑步 或者是如果太冷的話 是做gym等等 各樣方面的配合 還有飲食習慣又不同了 因為我已經轉了吃素 那我會注重多些健康飲食 那這個是我今年裏面 第一個要做到的事 第二件事呢 當然就是 希望自己 繼續努力去做生意 令自己的收入更加豐厚 收入豐厚呢 很多人就會說 這麼糟糕的 又是想錢 就是我會想 第一件事 人沒有錢呢 你連基本生活都有問題 是真的萬萬不能的 所以錢不是萬能 是 所以錢是必要的 難道我告訴我 你不上班嗎 是不是 你上班也是為錢的 是很想不回來的 是想不回來的 但是 為錢你也要回來 是呀 所以我希望自己 收入會豐厚之餘 如果呢 搞定生活 亦都搞定 可以家人有更好的生活 是 那再有多餘的錢 當然啦 是繼續發展 一 click radio 是 還有呢 希望可以做多些善事 是啊 還有我自己有宗教信仰 那也可以呢 是將部分的錢 用回在上帝的工作上 嗯 所以今年都有很多的目標 其實只是說身形和生意上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是啊 說真的 那我就希望 可以繼續拍多些好些的戲 給大家看 我以為拍多些好的拖 讓自己開心一點 哈哈 不是不是拍拖 要洗錢 哈哈 你洗的嗎 都是洗的 那如果真的有幸 拉上天窗 那不就是洗金我的錢 哈哈哈 我相信 我相信有幸的 不會有幸的 哈哈哈 肥龍拭目以待 我現在不是說情人節嗎 是 有人說你情人節搞什麼 我說 沒有啊 不搞啊 然後他們說 不是啊 但情人節是否應該有些 表示了一些 我說 那情人節 不代表我要出去 被人當水魚那麼痛 哈哈 你可以早點買好東西 在家裡搞定 那如果在家裡 就有限錢 對 但因為我聽說 譬如好像Hogsworth 那樣 情人節套餐 是每人150-180元 每人 即是 如果是這樣 不如 說真的 我吃好一點 50-100元 即是不要過一天去 去其他地方 即是可能另外一天 去同一家餐廳 也好 我譬如100元去 50-100元吃東西 我還有200元 只可以買東西 對呀 反過來再說 如果你用50-100元去買東西 回家煮 兩個人去一起 夾雜夾雜夾煮 CVCV之餘 其實50-100元買菜 是 我是吃不完的 對呀 還要很豐富的 然後還有更加多錢 可以給我買的 哈哈 是啊 希望今年可以拍多些 好的戲 給大家看 嗯 舞台劇 那 運多一點 嗯 運多一點 漂亮一點 遊手一點 哈哈哈哈 一般都是這樣 其實呢 肥龍還有一個 是一直都維持在做的 是 但是 很少可以這樣說出來的 就是 希望自己 更加 除了 除了身形不說 因為身形不說了 我希望自己內在 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即是更加繼續有personal growth 這個很重要 是啊 無論是個人的修養 或者在其他的知識 各方面 都希望自己繼續持續有增長 嗯 變成 無論是我做人 跟朋友聊天 甚至做節目講的內容 都更加有質素 嗯 而且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更加開心 更加正面積極的人的話 總之一切好的要素 我都要慢慢向那個方向邁進 嗯 其實是不單止我自己的 我相信我這樣的時候 會令到我身邊的人都會開心 啊 這個是的 因為可以感染到身邊的人 是啊 而如果能夠透過我這個改變 令到我身邊的人感染到之後 他自己都開始想發奮 去有好的改變的話 更加是我樂意見到的 沒錯 所以呢 希望後年一切都 我不會說一切順利 因為太過順利 反而你走不得遠 那倒是 你走得遠 我會認為 後年呢 每樣東西都會繼續 持續向好的方向發展就好了 步步高升 對 總之就 嗯 萬物自將 要 一切都 Positive 平靜安安 身體健康 萬事勝義 Be Positive 恭喜恭喜 對呀 總之大家繼續進步 那今個星期是這麼多 下個星期再見 情人節特輯 拜拜 是 喂來 乾杯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喝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 click 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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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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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